政府殺人立刻下台 郎委怒轟 政府殺人 太魯格事故那樣重大傷亡 外界這才發現台鐵 竟然三個月沒局長 郎委爆料林家隆 並非沒派人 只是人選被蘇貞昌擋下 幾個月台鐵局都沒有局長 太離譜了嘛 早就知道他要走 正常來講你一定有送嘛 不是嗎 有送 我們最希望為台鐵 找一個最好的局長 這個人真的不好找 當初因為普悠瑪事故 提出的台鐵總提顯報告 蘇貞昌也被質疑沒核定 就連林家隆建議政院 成立台鐵改革推動小組 還是被已讀不回 蘇貞昌院長 並沒有接受你的建議 成立台鐵改革跨部會的小組 這個部分是我們有建議 蘭茵在曝光 這次編坡工程的設計圖 兩年前承包商就承諾 會設安全防護措施 防止任何雜物掉入軌道 交通部現在還推說 怪手和工程車作業的地方 叫變道 補算工地不需要強制 設圍籬 台鐵官商勾結互相包庇 這些人上上下下都是筷子手 配合李易翔 配合淡化處理甩鍋逃避責任 百分之百是果汁 蔡英文說要給東部民眾安全 回家的路大跳票 人禍釀慘劇 就連台東出身的民進黨立委 都氣到淚崩 台東人心裡面除了說不出來那種沉重悲痛之外 更有說不出來的怒氣 現在我們身為執政黨 我們就要全部的擔負 人禍釀大錯當施政不利造成慘倔 這話說再多有什麼用 表達最深的抱歉 記者董事長進入台北 蔡報導 謝謝大家